長城旅客機場入境11號起 要在機場的空側來進行PCR的公費篩檢 也就是說要在機場的後機室採檢並等待結果 預計整個過程會控制在40分鐘以內 只要是歐美中東牛要入境的 一下機後機室採後機室等待 病毒攔截點都設在這 陳時中陶機管制區親自走一遭長城航班旅客篩檢動線 旅客下機走空橋到後機室檢疫區 鼻炎快篩採檢完 檢體會送到登機閘口地下承設的檢驗中心 一有陽性立刻走下停機坪上救護車後送 一性才能回檢疫旅館 設下重重關卡來降低機場和小黃司機旅館人員等染疫風險 另外一個很重要重點是絕對不會把不同的班機混在一起 後機室採不混區共用位子彼此間拉出距離 春節前大批國人返鄉 醫護人力還應付得來嗎 適當的安排 但不會一次停的十幾輛 是一輛車走備員一個 然後再陸續的爭取我們艷陽的人數 再及時來調動 10號台灣再增26例境外 11例美國入境防堵戰線再往前拉 原本列重點高風險國的十個國家改列加嚴三級流行區 不需一律住其檢索 他一在我們本來這些高風險地區這些國家入境的 我們都一律是公費入住集中檢疫所 那移除之後這些都是他寄到要自費進到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一天內去了淘基下午又視察松機旅客入境洞見 不敢轻呼Omicron傳播力 設下層層防火牆 別再邊境這關就讓疫情破防 TVBS新聞黃冠偉吳軒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